用文字和声音来传递不一样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松轩家的轩童 今天继续讲这部日本人者类型动漫片 假贺任法帖 在一贺的接风宴会上 丈珠不停地向朱娟献着殷勤 可得谈话露骨且庸俗 这令朱娟更加反感 呼听丈珠咯咯笑道 在下虽说有点胖 但平生却最喜欢苗条的女子 朱娟小姐摇身纤细 胸臀却甚为风盈 这是我最欣赏的类型啦 朱娟早将头扭在一旁 而同时的依赫众人者们 均怒目而逝 贤知界朗声打断了丈珠的话术 随即道 你我两家早已签订了和平之约 休好之日便在不远 趁此凉机 借贵村之地 我和龙小姐便献上一记 不大家一乐如何 一边说一边伸手入怀取出遗物 这五郎等人不由大惊 他们心中有鬼 生怕贤知界率先发难 却见青年将那物件放到嘴边 轻轻吹奏起来 声音柔美情乐 婷婷鸟鸟 极为动听 龙姑娘红着脸 起身走入厅中 伴随着声音翩翩起舞 在场众人 被二人的纯真所感动 原本的杀心 渐渐暗淡了下来 一旁的杖珠 却安生叹气道 我家少主好呆 原来整天和龙小姐约会 就为了练这首曲子 一点实质的东西都没捞到 话未说完 却见一旁的珠娟 脸露愤怒之色 慌忙住口 胡乱地给自己倒满酒 美美地喝了起来 酒气散去 张珠早已喝得烂醉 被朱娟搀扶着 送入一所屋中 朱娟出来后 却反手锁住了房门 随即将身一转 来到与郑武郎的约会地点 进行商量 虽说天善有过命令 不让二人轻举妄动 可郑武郎 作为伊赫家老怪机人物 却从未将贾赫二人 放在眼中 于是商定 由朱娟对付张珠 而贾赫家未来的主人贤之介 就交由郑武郎 亲自料理 据说张珠一觉醒来 本想出屋方便 却发现房门繁琐 而那墙壁触手冰凉 却是由快快铁板拼接而成 除了一扇透气的小窗户外 整所屋子 便无半点缝隙 张珠嘟囔道 朱娟那死丫头 怕我纠缠 竟然想出了这个法子 我若现在摸到她的房中 想她定然不防 岂不美哉 想到好处 心中急躁 快速走到窗边 向外挤去 那肥胖的躯体 随着铁蓝的宽窄 自动变换 如面团一般 滑出了屋子 张珠满怀兴奋的心情 来自后屋 却见上有灯光亮起 她无法决定 是不是朱娟的房间 于是悄悄上前观望 见屋内二人 却是贤之介和龙小姐 不由邓大的眼睛按倒 酒宴上 二人假装清纯 想不到夜间 便相约私会 原来跟我倒是同路之人 我且看看他们的全过程是啥样的 也学习几招 待会儿用在朱娟身上 却听屋内少主说道 阿龙 你我两族 因常年夙愿 而相互憎恨 如今 一道和解之事 只要你我携手 方能斩断 这束缚两家和好的铁链 少女龙 脸蛋红红的 不住地点头硬鹤 很显然 对情郎的想法 甚为支持 眼见闲之介 站起身来道 天色已晚 在下这便告辞 龙不禁极为失望 将身子扭了过去 轻声道 你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 这时的龙 情火已被点燃 两只小手放在心口 合成了一个心字 身体也不自觉地抖动了起来 他多么希望闲之介 可以将它抱在怀中 可有羞涩难以开口 而那个大木瓜 却丝毫不绝 失礼之后便向门边走去 仗主慌忙 先一步逃开 暗自嘟囔道 主动送上门的小美女 都不懂得享用 我家少主脑袋坏死了吧 如果换作是我 就算十个龙小姐 也都拿下了 又寻找半天 没找到朱娟的屋子 于是灰心丧气地 返回小铁屋 再说朱娟 暗中前回关押账住之处 偷偷打开了房门 叫声道 胖哥哥 白天人家那样对你 是怕同门笑话 这会儿没人 小妹特来相陪 突然 他声音断了下来 因为屋中 哪有账住的半点影子 不由一惊脱口道 这小子还真有点本利 铁屋竟空他不住 朱娟转出小屋 郑思寸该去哪里寻找张柱 突然一双大手 子弹身后伸出 郑抓在胸口要命处 随即便听到 那个涩细细的声音 阿娟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 哥这便抱你进屋 朱娟只感觉 对方的手指 在不断有节奏的捏紧 那部位又太过敏感 不由心下一阵慌乱 急忙将身一纵 穿住巨掌 腾空而起 而那件火红的外衣 却落在张柱的手中 香气弥漫 尚带着朱娟的体温 张柱看着眼前的游物 鼻血险血流出 因为此女的身材太过活了 而此刻 只剩下一件小衣 哪里挡得住 那许多迷人的风情 朱娟心中恨不得 立刻杀了对方 可脸上 反而露出了笑容道 哥 你若真想和我成就好事 可要让我心服方肯 小妹我可不喜欢弱者呀 张柱文言 立刻来了精神道 这没问题 你只关打就好了 如若你说的话 可万万不能食言哦 朱娟那媚态百生的笑容 慢慢变得诡异起来 就近在她顶能百会学处 缓缓地流下了一行鲜血 所有血液越糖越快 蓄于遍布全身 而在那层层血光之中 朱娟的身体竟然消失了 血迹之数 这种早在上古 便已失传的极品人数 竟还真的有人掌握 当张柱意识到这一点时 早已晚了 朱娟的长刀 重重地砍在 她那肥胖的面颊上 树肉坐有半尺多深 血影之中 朱娟的身体慢慢凝实 单听那冷冰冰的声音道 胖子 感觉滋味如何 你太弱了 根本就不适合我的 可她话音未落 却见张柱的肥脸一摇 那团肥肉便如胶皮一般 将钢刀弹开 整张脸竟然完好无损 想杀死橡胶人 又谈何容易 张柱笑眯眯地向前走来 双手做成胡爪撞道 美人说话算话 咱们这就进屋吧 朱娟心知 对方实力在自己之上 想要杀她已是不能 正想借血迹逃顿 呼听声后 传来龙的声音 你二人为何使用忍术比武 难道忘记家法了吗 龙是一鹤未来的组长 朱娟对她甚为恭敬 急切接 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好在张柱 在一旁及时结尾 谎称都怪她 一直纠缠对方 这才给了朱娟台阶 修贵难当地捡起衣服 披到身上 转身逃开 龙望着朱娟的背影 心中不禁有些紧张 她竟然施展了血迹之术 这是性命相搏时 才会使用的绝杀之计 难道 闲之界哥哥 不会遭到毒手了吧 想到此处 慌忙奔向闲之界的住处 路过岩仓 却发现一行淡淡的岩痕 自岩仓一直通向了前方 这是郑武郎 发动忍计时才有的征兆 龙大为震惊 难道郑武郎叔叔 要对秦郎下手了吗 闲之界端坐屋中 撕下一片寂静 只有方桌上的 那点点烛火 尚在轻微地跳跃着 忽然 闲之界悠悠地开口道 一鹤的前辈大驾光临 可是有事相伤呢 你我两族百年修好 若有心结 但讲无防 藏在屋顶的郑武郎 心头巨震 想不到 贾鹤少主 实力竟然恐怖如斯 他是如何知道 自己在此呢 原来一只郑武郎 乃马皇与人类合体后的产物 可以用盐来控制体型的大小 变身之后 可以隐匿身体和周身气味 行刺向来百无一失 没想到 这忍术在闲之界面前 却无作用 真尴尬间 确定房梁下 有人娇喝道 郑武郎 你给我滚下来 郑武郎便觉得 有一道奇异的目光 射向了自己 偏此一眼 就令他浑身无力 顿时破去了周身忍术 手一松 跌落尘埃 被破坏之童 坏了悬术之后 郑武郎的身体 变得虚弱无比 他急需补充大量水分 来恢复身体状态 水 给我水 郑武郎一边爬 一边丝嚎着 可龙小姐却阴沉着脸 不允许朱娟等人帮他 这是未来组长 对违抗族规之人 给予的惩罚 郑武郎撕心裂肺地吼叫着 向后山的河边爬去 张柱正在河边的小河里洗澡 刚刚朱娟身体里 冒出的鲜血太多 早已见了他一身一脸 突然听到郑武郎大叫 想要喝水 转头看时 却见一个软体怪物 缓缓爬来 被我笑道 郑武郎 你怎么变成这么一点点了 郑武郎却不理他 眼尖大河就在眼前忙道 快给我点水喝 我要水 张柱顿感疑惑 伸手将郑武郎抓起 放到河流上方道 你快告诉我 为何你们对我下了杀手 是不是幕府那边有了变化 顺下就是梦寐以求的甘泉 对郑武郎来说 此等煎熬胜过天下任何苦行 他为了保住性命 于是将幕府十人斩之势 和盘托出 张柱在听到四百年 止杀约定已经解除时 不由心中一惊 张大了嘴巴 神乱之间 但觉手指一松 一道轻盈闪过 郑武郎的身体忽然缩小 只要钻入张柱口中 肚腹内自有液体 郑武郎功力略一恢复 立刻便坐起手脚来 就见张柱 躺得忽而弹起 数十丈高 忽而沉入水底 折腾左右半个时辰 便就此动也不动了 郑武郎撬开尸体的嘴巴 自体内一跃而出 一头扎入盒中 狂叫道 贾鹤的食人之一 又被我干掉了一个 贤之界 你也逃不掉的 本集完 预知贤之界 能躲过郑武郎的毒手吗 而天善 那五代上人 击杀掉将监之后 又会有何新行动呢 请看下集 贾鹤家族的底蕴 着实令人惊恐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请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